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部署乔丹的飞人 比如在美国的街球界 被誉为NBA之外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就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绰号山羊的麦尼考尔特 据说山羊是世界上弹跳最高的人 他的最大弹跳为1米53 简直达到了人类的身体极限 身高1米88的他 据传曾可以拿到篮板上沿的纸笔 甚至连NBA名秀贾巴尔都说山羊是他见过NBA之外最强的球员 而在篮球之外的跳高和跳员领域 那可更是非人被出了 2019年来自英国的三级跳运动员乔恩·爱德华兹就以18.29米的优异成绩刷新世界记录 要知道NBA的篮球场长度为28米65 爱德华兹的三级跳可以跳多半个球场 几乎可以从对方三分线起三步到底线 这不是非人是什么 来自我们国家也有一位非人 他就是跳高运动员张国伟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 拿手扣篮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张国伟另辟蹊径 竟然拿脚接接实实扣了一个篮 看看这飞跃的高度 加上制空能力 不愧是来自中国的非人 估计乔丹这辈子也想不到 来自大洋彼岸 有一个人竟然能够拿脚扣篮 I quit 喜欢就点赞订阅 支持我吧 谢谢